昨天看到一篇文章是教大家整理衣柜 里面讲到了很多的进巧 如何增加衣柜的空间 如何快速地找到衣物 如何更有效地分类 甚至他也提到了 收纳的第一步永远不是收 而是扔掉多余 不常用或者不需要的东西 看完以后 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 但却没有多大的用处 因为我根本用不上 如此复杂的程序 每个季节 我有三至五件衣服换日穿 并且衣服的颜色几乎全是白色 最后它们都是百搭的基本款 也许看起来 我好像永远都在穿旧衣服 或者穿差不多的 甚至同样的衣服 但这样做的最大的好处就是 我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早起我从来不会有今天穿什么的烦恼 也没有如何搭配新款式的烦恼 更加没有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的烦恼 其次 即便在换季的时候 我也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去整理衣物 因为来来回回 也就这么几件 也不需要考虑该扔哪一件 因为我没有多余可扔的衣服 最后还特别省了光商场的时间和钱 因为我只会在需要的时候才买 一年也难得买一次新衣服 所以呢 我没有收纳的烦恼 不是我懂得如何收纳 而是我不会给自己制造收纳的负担 就连扔这件事 也是一种负担 因为你原本可以不买多余的东西 也就不需要扔多余的东西了 在《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 少则多 多则货 一个人有太多的选择 反而会没有选择 如果你上了一辆地铁 顶车上有很多空位 你会犹豫 啊 那我到底选哪个位置好呢 可是如果只有一个空位 你会立马坐下去 并且感到自己很幸运 如果你面前摆了很多菜 你会纠结 不知道吃哪一道好 可是如果只有一道简单的菜 或许你也会将它全部吃完 如果你的家里有好几套房 你会反复地思考 到底住哪一套好 可是如果只有一套 你会在回家的那一刻 感到无比的满足跟幸福 在物质上的少 就是精神上的多 在不重要的事情上 越多的选择 只会带来越多的困惑 越少的选择 反倒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自在 其实 每一种选择都是有时间成本的 每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 如果你花太多时间 在如何吃好 如何穿好 如何玩好上 那么你就会很少有时间 去充实你的思想跟精神 欲望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 当你选择太多时 其实是越不满足的 如果说你今天买了一个包 明天你还想买更多的包 并且永远没有一个够 甚至觉得缺的东西越来越多 但如果今天你只有一个包 买菜也好 上班也好 散步也好 都只有这一个包 那么你反而会感到满足 许多时刻 我们总是觉得 越多就越不缺 但其实是 越少才越不缺 因为欲望的孔子 一旦被撕开 就只会越撕越大 但如果它只是一个 很小的洞 你就会很容易将它填满 有一个奥卡姆剃刀定律 只有八个字 如无必要物增实体 许多时刻 我拥有的东西 它占据心灵的空间 还有时间就会越多 你认为 占有你的东西 也反向来占有了你 如果你双手都提满了东西 那么你就腾不出第三只手 去拥抱其他美好的东西 所以在欲望面前 我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 这个东西 是我想要的 还是我需要的 比如 我常常会在买东西的时候 显得非常的理性跟谨慎 如果我今天只需要买一件T恤 那么真的就只会买一件 不因为打折 等其他因素 多买几件 因为我知道 多买的东西 看似给了我便宜 但其实 它占据了我多余的时间 甚至让我陷入到了选择的困惑当中 我不需要的越多 就获得了越多的自由 无论用好看 用划算 或者用新款等字眼 都没有办法打动我 而当你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少之后 你会非常珍惜 一中一范 也会非常珍惜一眠一步 甚至会在每一个简单的日常当中 真正感到岁月静好的踏实 还有心安 一个人在收华的生活中 很难找到真正的快乐 因为你只会被欲望追着 不停地往前跑 可是如果当有一天 你意识到自己 真正需要的东西很少吃 你会感慨于自己的幸运 因为在每一个无病无灾的日子里 你已经拥有了城市里最大的财富 还有幸福 作家海明威曾经在真实的高贵中 写过一段话 我始终相信 开始在内心生活得更严肃的人 也会在外表上开始生活得更加朴素 在一个收华浪费的年代 我希望能向世界表明 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 是非常之微少的 当一个人需要的物质越少 他就会把多余的时间和精力 用在提升自己的精神上 当你整个人在每日的阅读当中 学习中 成长中 被那一些美好的 纯净的 崇高的东西包围时 你的心灵也会从各种欲望当中 挣脱出来 从而得到洗礼和进化 当你知道的东西越多 那么你就会知道 自己不知道的越多 于是呢 你就会在时间跟心力 花在更多的知识跟智慧中 从而整个人也会不断地得到 升华和提高 当你真正了解到人生中 还有许多比物质更壮的东西时 你会逐渐向内观 向内求 向内索取 你会想要不断地去饱满自己 而不是靠外在的物质 去填充自己 断手离 不是一种生活方法 它是一种人生态度 我觉得它不是教你 如何地学会整理 如何地学会收纳 如何学会舍弃 而是教你摆脱 更多的底层欲望 去寻求更高的 生命价值和意义 然后最终你会发现 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都是用钱买不到的 也是用物质替代不了的 更是用欲望填补不了的 在保证了基本的温饱以外 每个人真正想要的 是诸如爱 如勇敢 如希望 等闪闪发光的词语 而这些东西 它们存在于 星空之上 你要越过欲望的山与海 才能真正地抵达 精神的广阔和自由 文章分享来自于李思源 你不需要的越多 拥有的自由越多 我想很多人都有 听过这样子的言论吧 包括说教你断舍离 教你如何去整理 等等等等 这边有一点其他 不过呢 我觉得说的也蛮对的 现在的我们 对于物质的寻求 好像太高了 其实豆花并不是特别认同 作者的这个理念啊 就是他一记呢 只有几件衣服 就反复地穿 然后等等 我个人认为是 你可以追求美 你可以去爱美 你可以去打扮自己 对吧 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 这是他的生活态度 你不需要有 豆花想说的是 我们对物质的那种渴求 现在很多年轻人 到了一种很夸张的地步 就是他们会通过各种信用卡 各种贷款 然后去满足自己的那些物质上的欲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好比明明他只能挣到几千块钱 可是他喜欢的看上的东西 都是要几万块钱的 为了这些东西 他可以投资信用卡 可以去网贷 其实我是挺无法理解的 我们没有必要 就是对物质的需求 就是对他的欲望 要那么的夸张 真的 其实 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吧 豆花姐姐跟你们说一点 说一点这种话 就是 你越长大 你会发现 所谓的名牌 所谓的生殖品 其实 真的没有什么用 它无非就是你觉得 有一些短暂的虚荣吧 真正你要做的 其实还是 丰富你自己的内心 因为只有你自己 是一个有丰富知识 有内力的人 别人才不会 仅仅只看你的外表 他们会欣赏到你的内心 而往往是那些 没有内在的人 大家才只能看他的外在啊 对吧 因为他只有除了外表以外 他什么都没了 那还能看什么呢 所以豆花希望大家 不要成为那一个 只能看到 外在的那么一个人吧 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 丰富自己的内心 充实你的内在 然后对于物质的渴望 如果说你是有能力 对吧 去追求那些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 完全可以 可是如果 现在呢 你没有那样的能力 那我希望你能够踏踏实实的 好了 那今天的好姑娘 对于说晚安 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是豆花 我在杭州 晚安 做个好梦